這個疫情繼續擴大 我們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離合晚上也宣佈 跟中國接近性 我們主持也來做理 及流行地区 在臺灣目前一樣 為此10人確診 有一個人經過兩次的台減 都出現到影響 代表天來沒有賣 已經能夠出現的標準 另外還有一名確診的病患 第一次的台減也出現影響 北京漸漸好囉 臺灣確診的10個案 經過過六天的治療 眾生午後消息團出來 其中一個環節 經過兩次的減染 都是陰性的 代表天來已經沒有賣 才有出現的標準 雙陰性的個案 明天會舉 又會做一個雙專家的匯整 然後也會做一個再次的裁檢 另外九個人的進行 也都越來越好 其中一個人 也已經減染過一次是陰性的 跟臺灣比起來 中國的武漢危險的疫情 率是很嚴重的 不然歐巴已經向列祖 一級流行地区 指揮中心又宣佈 二級流行地区 更當以外又增加這天 勝溫州市 住在那裡 中國人全部不能入境 溫州市 從今天開始 執行陸運的管制 以及限制居民的移動 這些的措施 另外考量我們跟溫州 有直航的班機 雙方的人員往來的密切 根據統計 臺灣跟溫州一禮拜 在行的飛鈴基有七班 平均一天 會有170多人受到影響 疫情變嚴重 白毒氣變化 現在包括美國 華盛頓衛生部 跟中國科學院 武漢白毒研究所 都有在環節放出的塞里面 發生性向觀眾北斗 學生檢測是優勝的 但說武漢肺炎北斗 不來透過水冷 跟接觸拖開 含塞毛可能是北斗拖開的方式 這樣子的資料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得到證實 雖然從分辨東檢出 但是它對於我們 那個防疫政策的 一個影響並不大 因為分口傳染 它通常是一個 比較低經濟的國家 它比較會在意的問題 雖然記錄真的 不過白毒出現在疫症以外的地方 也讓中央跟他學界 不像榜紅紅 記者綜合部隊